朋友们都知道,孙斌被庞娟设计残害,被适以残忍的病行,挖掉膝盖骨,不仅如此,庞娟还在她脸上刺刺后将其囚禁。 可能千百年来,大家一直认为庞娟心胸狭隘,极贤度能,心狠手辣,而孙斌是个受害者。 看起来,孙斌是被害的一方,所以最终得到上天支持,得以报仇,那么事实上真是这样吗? 其实不然,孙斌的所作所为远比庞娟还要更残忍,更歹毒。 接下来,年书可要刷新你们的三观,颠覆你们的认知了。 那么,历史上真正的孙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? 当年庞娟为何要设计残害孙斌,为什么又说孙斌比庞娟还要残忍歹毒? 两人师出同门,本应该互相扶持,互相帮助才对,但在卫国的时候,庞娟为什么要害孙斌呢? 很多人都认为是庞娟出于极度之心,才把孙斌给废了,以便自己能上位, 但事实并非如此。 当然了,年书肯定不是在信口开河,这些也都有确凿有力的物证而得出的事实真相。 接下来,年书就给朋友们揭开事实真相。 庞娟为国封侯拜相。 据记载,孙斌原名叫孙伯林,是兵圣孙武的后代。 孙伯林幼年时期的生活非常窘迫,经常施不果腹,于是他便拜到兵家十祖鬼谷子王许门下,跟他学习兵法。 相传鬼谷子门下,有四大弟子,孙斌、庞娟、苏秦和张仪都是身怀绝技。 鬼谷子让孙斌和庞娟结为兄弟,学习兵法,又让张仪和苏秦也结为兄弟,学习纵横术。 一天,庞娟下山打水,听说魏国正在重金招聘贤能,担任将相,就急忙回山中向老师辞行。 但庞娟又不知自己下山后,前途又会如何,就是便求老师为他算一卦。 鬼谷子便告诉庞娟到山中摘一枝花来占谱未来。 庞娟就到山中采花,可时至六月,花期已过,找了半天,只找到一枝草花。 又看了看,周围实在找不到任何花了,只好将草花拔起,放在袖中,回去交给老师。 鬼谷子接过花,看到这颗草花离土时间太长了,又被太阳晒着,已经快枯萎了。 接下来,鬼谷子告诉庞娟,这颗草花叫做马兜岭,而花开十二朵正好预示了你的发迹年数为十二年。 此花采于鬼谷,见太阳而枯萎,因此你功成名就的地方定与位字有关,应在为国无疑,你做事不可太阳。 太阳必报,为时再送你八个字,欲阳而荣,欲马而翠。 当时,庞娟并不知这八个字是何意,只是默默地记了下来。 为了方便大家阅读,年书先给大家解释一下欲阳而荣,欲马而翠是啥意思。 就是说,庞娟遇到与羊有关的就是好事,遇到与马有关的就是坏事。 庞娟下山后到了魏国,当时看到魏惠王正在吃羊肉,看到庞娟的到来,经过对话,很赏识他,就让他做了大将,主持魏国军事,果然他一路青云直上,这个就是欲阳而荣。 欲马而翠就是指,庞娟后来跟在齐国为军师的师兄孙并对阵时,被孙并设计杀死在马灵道,庞娟死于乱箭之下,这就是欲马而翠。 当庞娟下山投奔魏惠王时,孙并还设宴为他践行,师兄弟二人相约,日后一定互相提携,永不相忘。 孙并在庞娟下山后,也着实伤心了好一段时间,与自己相处这么多年的兄弟下山,孙并心里总是担心着庞娟的安危,但这一切都被鬼谷子看在眼里,有一天,鬼谷子以晚上闹老鼠为由,让弟子们挨个到他房间值班,去赶老鼠。 等孙并来到房间时,鬼谷子便从床上坐起说,其实闹老鼠为虚,传真经才为识。 说着,从枕下拿出一捆竹简说,这是孙子兵法中的一卷,你读完了,再来换下一卷,这原本是你祖上留下来的换卷而读,不是为师不信任你,而是怕居心不良之人,盗勇危害于世。 孙并感动地流下泪水,跪接兵法,开始每日发奋严读,孙并遭受病刑。 庞娟在魏国受到魏惠王的信任和重用后,便写了一封信给自己的老同学孙并,喊孙并也来魏国共谋大业。 孙并很是高兴,认为这是老同学在提携帮助自己。 于是,二人一起去拜别老师鬼谷子,但鬼谷子却对孙并和庞娟说,你们兄弟二人今生今世都绝不能共事与异国,只能各位其主。 鬼谷子此言并非故弄玄虚,因为在他眼中。 孙并虽幽于庞娟,但是却爱招摇显败,而庞娟虽天赋极高,却气量极小,极贤度能,二人如在一起,早晚必生祸端。 为了打消孙并和师父鬼谷子的疑虑,庞娟随即发下毒誓,今生今世若有负于孙并,必会乱箭穿身。 鲜血流干而亡。 后来庞娟在马陵之战身中竖剑,自知走投无路,便拔剑自吻,这也应验了自己曾经许下的诺言。 师父鬼谷子见庞娟如此信誓旦旦,也就不方便再说些什么。 接下来,鬼谷子叫孙并去摘一朵花来预测前程,孙并就随手摘了一朵山菊花。 鬼谷子见后,心中大惊,山菊花是耐寒的植物,每年十月才开放,此花饱寒摧残之后仍能活过来,色泽不败。 这代表你会遇到凶事,之后便可逢凶化吉,大难不死后必然会成为人中龙凤。 随后,孙并和庞娟二人便携手下山来到卫国,但孙并并不知道, 庞娟是个极度心极强的人,她把孙并招来,只是想利用孙并的材质为自己立功。 孙并到卫国后,庞娟捏造罪名将孙并处以并形和情形,也就是挖去了孙并的膝盖骨, 脸上刺字让孙并彻底变成了个残疾人。 那什么叫做并形和情形呢? 所谓并形分为两种,其一是砍掉人的双足,称为并脚,另一种则是砍去受刑人的膝盖骨,叫做并发。 孙并所受的就是并发。 众所周知,膝盖骨在人类的身体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, 被挖去膝盖骨,就意味着再也不能像正常人一样直立行走。 孙并本是习武之人,不能站立就等于成了一个废人, 这对一个心中有着宏图大业的人来说,无疑就是一个致命的打击, 庞娟这一招真可谓是很独家绝情。 情形是古代五行之一,就是在受刑者面额上刺字,并然以黑色作为处罚的标志。 我们现在人看起来在脸上刻字,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, 但在古代人来看,这就是一种莫大的侮辱。 被挖去膝盖骨,脸上刺刺的孙并不但成了一个废人, 而且终日里还要承受着身体和心理上的双重折磨。 阴暗潮湿的牢房和难以下咽的吃食, 这些都逼迫着孙并必须为自己谋一条生路。 很快,他就想出了一个办法,那就是装疯卖傻, 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关注一个疯癫的人。 此时的孙并比任何人都要豁得出去, 他不仅和母猪睡到一块,而且还专捡母猪的粪便来吃。 孙并的所作所为,无论是在魏王还是魏国的百姓眼里, 都一致认为孙并此后将一蹶不振,并且会永远颓废下去。 因此,在孙并炸疯癫之后, 唐娟便再没有对孙并试过任何刑罚, 因为在他眼里,孙并已经成了一个彻彻底底的废人了。 每每孙并在众人面前装傻充冷时, 他的心里都被仇恨所笼罩着。 功夫不复有心人,在孙并的不懈努力下, 终于成功地逃到了齐国。 自此,昔日的孙并不复存在, 逃生后的孙并所做的第一件事, 就是把并行中的并字改为自己的名, 就是为了牢记过去, 假以时日,必将加倍奉还。 孙并改名之后, 便开启了自己辉煌的军事生涯, 天际赛马证明了他的军事才能, 唯卫旧赵,削弱了赵,为两国实力。 而马陵之战,全奸卫军, 俘虏了魏国主帅太子申, 庞娟被万箭穿身而亡, 孙并终于得报病行之仇。 朋友们, 庞娟之所以会如此残忍, 在一定程度上是处于极度, 但是他对孙并的仇恨, 真的是只限于极度那么简单吗? 这其中, 到底又有什么隐情呢? 随着山东省临仪市银雀山汉墓的发现, 也逐渐揭开了孙并被挖膝盖骨, 这一惨不忍闻的历史事件。 1964年, 山东省临仪市市区银雀山西南路, 发现一处大型汉墓, 发掘出汉代时期的大量竹简。 考古人员在经过紧张和兴奋的挖掘后, 初步断定这是秦汉时代的古墓, 随后又在陵墓里发现了四千多块残片和战国竹简, 所记载的内容有部分符合史记的描述, 具有很高的考古价值。 经过专家学者们在三考证后, 终于达成共识, 孙并兵法和孙子兵法其实是两本书, 而孙并和孙武也是两个不同的人。 这个重大的考古发现, 甚至也引起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视。 毛主席作为杰出的军事家, 曾熟读孙子兵法, 但还从未见过孙并兵法。 因此, 国务院便调集了全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, 参加整理孙并兵法, 争取早日让毛主席看到这部失传两千多年的军事巨著。 在经过紧张的编辑, 校对和整理之后, 孙并兵法很快便被送往北京。 毛主席很是高兴, 马上让手下的工作人员读给自己听。 听完之后, 毛主席还拿起笔, 对其中的唯卫旧照进行了批注, 公卫旧照, 阴败为君。 千古高手 孙并兵法, 虽不及孙子兵法知名度高, 但他也同样地蕴含着作者奥妙而深邃的思辩推理哲学等内容。 该书共分为上《下两卷》, 其中详细地记录了孙并的用兵事迹还有一些残忍的行为。 在上卷中有一卷书的名字叫做秦庞娟, 其中继续的具体情节也让世人又重新认识了不一样的孙并。 几千年来, 孙并和庞娟在世人心中的形象都是截然相反的, 可是随着孙并兵法的出现, 这件事似乎也发生了逆转。 其实, 孙并并非世人所想的纯粮之人, 我们在其中不但感受到了孙并的狠辣和无情, 而且也看到了他卓越的军事才能。 当年孙并确实是被庞娟挖掉了膝盖骨, 但其背后的原因却令人震惊, 孙并的遭遇其实就是旧游自取。